大家好,我是郭主元 今天我要跟朋友们出门去买衣服 这个是硕硕 这就是我以前说的那个学霸 到底有多霸呢 大家好,我是博士 对,他跟我同年就已经是博士了 我还家里蹲呢 啥也不是 他跟王嘉欣是发小 王嘉欣,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一起去洗温泉 他抢我的面包吃,还打我 最有力地证明了王嘉欣从小就是一个暴力的人 而且他是无差别攻击 他不只是只打我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打还这么高兴 当然了,他王明硕虽然是学霸 也逃不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定路 王嘉欣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特别喜欢说英语 所以我们平常都叫他假洋鬼子 我都认识些什么人要支持的 我们先去了一家种草很久的寒餐店吃寒餐 号称是全大连市最正宗的寒餐 我们是奔着他们家的酱飞蟹来的 他们家东西属实是有点贵 四只鸡爪子居然要28块钱 先上来了一个榴莲芝士鸡蛋卷 然后就是重头戏酱飞蟹我们点了两只 一只就98 我先从这个红乎乎的辣烤鸡爪开始吃 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 虽然有一点辣,但是真的特别好吃 榴莲芝士鸡蛋卷 这个也好吃,鸡蛋有一点咸 然后榴莲和芝士都是特别香甜的那种,超级配 来吃这个酱飞蟹了 我说实话很担心它会醒 我连煮的飞蟹我都会觉得醒 这个还行,这不腥 而且有股甜甜的味道 这个上面其实都是黄 但是因为他们家的灯光是黄色就看不出来 肉不用咬轻轻一吸就能出来 没有什么腥味 这个骨头是能咬动的那种 看了这么多年韩剧韩踪 终于get到同款了 现在的飞蟹不是肥的季节 但是他家这个还挺肥的 我要把蟹黄拌到饭里尝一下了 两只蟹子就是两份饭 有韩剧那味儿了啊 把它们拌均匀 我的天呐,我现在其实很馋 怎么形容呢 大概就是大海般的香甜味道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 我说不出来了 这个是红酒五花肉 一般烤牛五花 也一般我感觉没啥味儿 他们家另一个招牌 芝士辣白菜包子 这个冬瓜黄味过得啥也看不起 就是有点泡菜味儿 还有点淡 我们吃了半天感觉就像是披萨一样 这个是酱猪蟹 但是这个我感觉不是韩式的 这个特别好吃 这个包子太顶人了 吃两口就饱了 这个包子太顶人了 吃两口就饱了 不好意思 刚才我隔着你跟那边的丽莎老师打招呼 没有招呼到你的感受 有些不礼貌 对不起 别忘了 他就是有特点 吃完饭我们就准备出发去恒隆了 该办今天的正事买衣服了 这个饭店门口的迎宾机器人 长得贼像安德拉贝比 我今天刘海没弄好 眼睛也有点肿 真是掉链子 这两个人戏特别多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一会儿要打起来 进恒隆里了 我还没来过几次恒隆呢 先陪硕硕来买衣服 我自己可不愿意逛街了 就是以前胖吧 穿那个衣服也没有几个能穿上的 所以到后来就干脆也不愿意买衣服了 买完了 硕硕高兴的跳起了舞 我们又来喝奶茶了 真是不愧是发小 从小长大的果然就是一个德性的 八王奶茶的名字忘了 好像叫什么草莓雪夫 这里我不是在搞笑哈 我没有手去撑着口罩 我和王家欣没有相中的衣服 溜的溜的就走了 我多说一句 你们知道胸大的妹子到底有多难买衣服吗 这一天可把我给累死了 我觉得我啥也没干 但是贼累 她咋还那么有精力啊 你看你看还可能学李光珠呢 非常快乐的这一天就过去了 那我们今天买衣服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野餐 所以下一期 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等会可能有彩蛋 要记得看哦 拜拜呀 你记得那个L放在多里面 这个 ALEX 你看高西来了 我知道你说什么 Melody 他打人 我原料知道你在人大变速跟海变速有个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啊 人大厉害的人太多了 虽然我在人大也挺厉害的 喝点水吗 麻烦心 喝点水吗 喝点水吗 麻烦心 你买的吗这个是 这什么味的呀 水晶晴蜥果 水晶是什么 青蹄又是什么 蜥果是什么 喝点水吗 麻烦心 闭嘴 闭嘴 喝点水吗 麻烦心 你不喝我喝了 我就给喝没了 喝没了你就喝不着了 你比他还烦人了 我超喜欢这座主 就是在这座 在自己喜欢的路上 我们要喝点水吧 喝点水 这个生产机啊 我们用的是胶型 我们用的是这个 流行式的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 换成胶型式的 这个算法呢 我可以改进一下 这就点一下 哈哈哈